詞曲 李宗盛 我叫蔣曉薇 我在這套劇裡提供一個小說的文本 寫了一個百萬字的長篇小說 裡面分了六章 是關於主角瑜伽堡的一生 《家寶》 這個小說叫《家寶》 顧名思義是一個以名為主的故事 在我們人生裡有很多名字 名字代表著爸爸媽媽對我們的期望和祝福 亦代表著我們與人的關係 與人的回憶 例如我們的同學會叫我們什麼名字 或者我們的情人會叫我們什麼名字 家人會叫我們什麼名字 其實我們人生有很多名字 都是與回憶很有關的 特別是到我們不在人世的時候 其實我們什麼都不留下 只留下了那個名字在墓碑上 所以這個故事主要圍繞我們的名字 而小說裡面的女主角叫余家寶 她是很不明白為什麼自己會有這個名字 因為她是跟媽媽同住的 但她爸爸媽媽其實是不要她的 她就不明白為什麼我爸爸媽媽不要我 但是我叫家寶 她就用她一生的力氣去找回 究竟我的名字和我的命運有什麼關係 而在小說裡面 都會貫穿余家寶的一生 是有很多人物出現的 譬如媽媽 主要是講一個親情和媽媽的故事 在一個堂樓裡面的相處 也都是貫穿回香港的歷史 由她出生1980年代開始 一直描寫到現在2016年 中間她會經歷過很多大事 譬如回歸 經歷過六四 經歷過沙士事件 這些大歷史的一個小人物 如何在大歷史裡找回自己的意義 找回自己的名字代表 誰是我呢 我究竟是誰呢 其實家寶最初的劇本 叫做說明書 最初寫的時候 是去年做了一個黑盒劇場的演出 大約一小時三十分鐘的劇 那一次的觀眾反應很好 還有藝術發展局的人看完 都很喜歡這個故事 特別導演去排排的時候 都覺得這個故事很感動 主要是因為每一個人都有名字 而每一個人的名字 都會牽連自己裡面一份很真的情 所以導演就跟我談 不如我們重演 他就大膽建議我 你直接寫一個長篇小說給我 我考慮完之後 我也覺得 可能劇本的語言 我不是太熟悉的 但寫小說的語言 我會掌握得相對地比較理想 因為可能我自己是中文系出身 或者我閱讀小說的面 一定比劇本多很多 所以我寫的文字 如果用小說的文字 又會相對地準確和觸動一些的感 所以我就寫了一個長篇小說 然後導演就看完小說覺得很好 然後很想去用我的文字去做一個改編 做一個比較文清一些文學一些的劇場 的一個舞台劇 所以很多地方他都會保留小說的文句 和小說的一些意象在裡面 至於中間我們談過 因為小說比較長 而導演也不想戲太長 所以他會幫我做一些刪減 還有做一些展緝 例如視聚 或者在舞台上 怎樣呈現會比較立體 豐富一些 或者訊息上面 美感會比較強一些 他就做了一些展緝 所以我不是在這套劇裏做編劇 就交給導演做一個文本上的修正 我會在這套劇裏會飾演《家寶》 就是中學時期的《家寶》 這個時候的《家寶》 其實他內心裡面 在經歷一些很迷惘 很多問題 很多疑問 他會經常問 為什麼這個世界這麼不公平 為什麼他的名字叫做《家寶》 他很介意這個名字 亦都很不喜歡 因為他小時候 爸爸媽媽不要他 他就只跟媽媽一起住 他會覺得 為什麼大家都不要我 但是我仍然是家庭裡面的寶 為什麼我是家寶 他會問很多鑽牛角尖的事情 很負面的 其實他在找他自己是誰 我自己作為演員 我會很擺入自己的角色 而剛好我曾經經歷過《家寶》這個時期的事 所以我自己就會很容易 代入到他裡面的情感 會知道為什麼他會這麼容易 轉牛角尖 去想到這麼負面的事情 中學時期的《家寶》 和其他時期的《家寶》 有什麼不同呢 我之後會拍拖 25歲的《家寶》會拍拖 35歲之後他失戀 和媽媽過世 45歲之後他經歷了很多 平靜下來 知道自己要什麼 所以 因為這些經歷 所以大家得到的位值都是不同的 在中學時期我得到的位值是朋友 而戀愛時期當然是他拍拖的隊長 我會說因為大家都有不同的經歷 所以大家都有各自不同的表達方法和說話